北京时间9月29日,NBA期前赛正式开打。第一场便是76人对战墨尔本联队。 比赛一上来,由于富尔茨商与付出,迎来首发,镇中老大哥纷纷为他保驾护航,尤其是西蒙斯,各种未定,各两合拿10分,并打出8-0小高潮,直接领先15分。 其中,有一次,西蒙斯发动快攻,在三分线附近停球,一看没有人跑位,对手也没有跟过来,直接将皮球砸向篮板。 当大家都以为迈迪的自抛自扣要来的时候,西蒙斯完美复制可比,接球后小手一点,助攻篮下的富尔茨空切得手,好吧,有天赋真的可以为所欲为。 转眼来到第二节,西蒙斯下场休息,布朗让富尔茨打空球后卫,进攻显得有些呆滞,西蒙斯在场上时,他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体天赋,可以自意妄为。 无论是快速推进,打攻防转换,还是阵地战,和队友默契程度,都是对手无法防的点,简直如同班一样的存在。 但富尔茨刚刚付出,与队友的默契不是很好,有一次,恩比德抢下篮板球,如果是西蒙斯打空位,他会快速推进,球到人到。 大帝也以为富尔茨会这样打,直接往前传,结果,富尔茨在原地等着传球,出现失误,哥俩很尴尬地聊了一会。 当然了,主教练布朗也意识到这一点,西蒙斯休息没一会,又继续打双空位。 但这一次,恩比德忍不住了,宣布自己热身结束,要统治禁区了,三分。 中投,内线强吃,半场结束就把自己的个人数据,涨到十六分九篮板,随后,七十六人的进攻越打越流畅,富尔茨也开始放开了手脚,一记追身大帽,展现天赋,随后一记跳投,更是点燃全场。 以前很多人都说,他跳投像麦迪,不过,经历夏天练15万次投篮之后,这跳投真的像安东尼,尤其是双脚合并那一下。 不过,全场比赛下来,恩比德20分13篮板,西蒙斯8分8篮板14次助攻,富尔茨14分4助攻一篮板。 有意思的是,西蒙斯本来的数据,是8分10篮板16助攻,助攻创造生涯最高,但官网又给他改掉了。 此外,本来差两分可以拿到三双,结果扣篮,被篮筐给盖了,可能这就是命吧,谁叫他们打一个季前赛,都表现得那么认真,完全碾压的局,还把人弄受伤了,这才第一场,太过分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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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